蒜香烧鸡 蒜香烧鸡是一道具有特殊风味特色的烧腊类粤菜佳肴 制作这道菜需用的主料是光鸡一只 调料有五香粉、味精、蒜粉和精盐 还配有生蒜蓉、糖醋水 现在我们来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取一个容器装入水放在火上 烧肺以后将宰杀洗净的光鸡放入烫皮 烫皮以后捞出沥水 装入容器中 将烫皮后的光鸡涂抹上 用五香粉、蒜粉、味精和精盐 混合成的调料粉 再撒上蒜蓉、腌制 这个腌制需要三个小时 然后将腌制好的光鸡 用清水洗净外皮 用预先制好的糖醋水 浇淋在鸡身上 再把鸡挂起来晾制 晾制的时间大约为六个小时左右 现在炒锅上火注入油 旺火烧热后将风干好的光鸡吊起 用热油不断地浇淋原料 使其内部成熟 外部色金红石 沥油装入盘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这只鸡已经做好了 上席时改刀即可以食用 在制作时要注意 晾皮时要干透 否则会外皮不酥 这道菜的特点是 色金红 外酥里嫩 当然好,我们进行 哦,您看到这些金针 有猩猩的条素 我們在行线中